現在我們就來看一看我們力學能守恆的例子 我們用一個單擺幫各位做說明 單擺在擺來擺去在1跟4是最高點 在2是最低點 然後3是中間的 那麼擺到最高點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他的胃能會最大 然後停在這裡不動所以順時速度為0 所以動能是0 所以在1跟4胃能最大動能是0 當他往下擺擺到最低點2的時候 所有的胃能都轉成動能 所以動能會最大 那麼最低點我們通常取叫胃能是0 所以我們說胃能最小 我們通常說最低點的胃能是0 重力胃能是0 所以我們回到了2這個時候 我們的胃能會變成最小 當作是0 然後動能會最大 那麼 所以如果在1跟4的胃能是5胃耳 那2的動能是幾胃耳 就是我們往下來 就把我的胃能換成什麼 動能 放到最低點就所有的胃能都變成 動能 所以 14的胃能5胃耳 那2的動能多少 也是5胃耳 那我們最高點的胃能跟最低點的胃能就是兩個會一樣大 正確的寫法就是 左邊的動能加胃能等於右邊的動能加胃能 只是最高點的時候沒有動能就只有mgh 最低人的時候沒有胃能所以只有1 2 mv平方 如果要正確的寫是左邊的動能加胃能等於右邊的動能加胃能 那只不過因為 有一邊的動能是0 有一邊的胃能是0 就把0把它自動省略不寫 就寫成這樣子 mgh等於1 2mv平方 然後呢 這個有人會把它變成公式 讓你去算 其實不需要變公式啦 就這樣知道這樣知道就可以算得出來了 有人會把它變成公式 然後你去算那個速度要多大什麼之類的 不需要這樣處理 OK 好這就是我們的關係 這個關係的動能加胃能等於動能加胃能 是在每一點都適用的 如果只有受重力作用 過程中機械能都會守恒 所以 我們在位置3的時候 位置3的時候 這個時候不是最高點不是最低點 它同時有動能跟胃能 而它的總和還是跟原來一樣 所以它總和的結果就等於 在2的時候的動能 就等於在1跟4的時候的胃能 那還是一樣 動能加胃能等於動能加胃能 只是我們的2 沒有胃能 所以就等於動能 1跟4 沒有動能 所以就等於胃能 但是想法都是一樣 動能加胃能等於動能加胃能 叫做 機械能守恒 力學能守恒 好 那 如果你看到的狀況 不守恒 就表示它會有其他力量在作用 譬如說摩擦力 摩擦力 那麼倒過來 就可以從它不守恒的狀況 知道 另外一個力做功是多少 如果我原來加起來是10膠了 現在加起來只剩下8膠了 就表示有人把我損耗掉2膠了 就表示有外力做功 負2膠了 外力做負2膠了 所以就會曉得 所以正常就應該完全都守恒 就是很簡單 用單白的狀況跟各位說明一下 機械能守恒的情形 那麼我們的康軒有一個示範影片 把我們剛才講的話再說一遍 接下來我們要來探索內陣 守恒 一遍 提示物色的手法 當賽誰 負上一遍大王坐牆300 發開白誰 便能操入後放開 使其次能操作 他把白學在排阻過程中 高度与速度变化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活动中发现 感觉在下降的过程中 高度变小会能减少 速度变大就能增加 反正在下降的过程中 高度变大会能增加 速度变小就能减少 在过程中 动物与未能互相浇化 而种子的味道是变 即是一体决能手动 好 最后是 康轩的影片 把我们刚才讲的话再说一遍 就是要请了解 力学能会守恒动能加位能 等于动能加位能就可以了